够命啊 港股的成交真是低得很重要 现在低成这样 是否连收息股都不应该买呢 要视乎到底现价是否吸引水平的状况 我之前去看的时候 现时来说普遍内银股的息率已经是吸引水平 譬如如果成交量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留意建前银行 现在股价已经去到2016年中期的水平 2016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6年的低迷状况 现况来说8月3日稍微低的位置是4.81 现在股价是4.87 其实差距方面不是那么大 我觉得观众都可以留意在建设银行 如果看到股价去4.85或以下的时候 来考虑了分注吸纳也是适合的 现在的股息率去到8.7厘 也算是一个颇高的水平